这是一场诡异的夜演,因为在这次夜演上,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,备受后人争议的毒杀李世民事件。 而毒杀事件过后,太子李建成和其王李元吉,也对李世民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。 在太子府的步步紧逼之下,房玄陵、杜如慧、程耀金等人不仅通通要离开其王府,就连李世民的御用保镖御池静德,也遭遇了不止一次的暗杀。 伍德九年六月初的一天,李建成和李元吉安排了一个饭局,邀请李世民赴约。 为了消除李世民的顾忌,李建成还特意邀请了李世民的铁哥们,淮安王李神通做陪。 据史料记载,李世民似乎性质很高,席间喝了不少酒,然而喝完之后,李世民便心脏暴痛,吐血数声。 淮安王李神通一看事情不对,赶紧将李世民送回了秦王府。 李元得知此消息后,立即下了一道手照给李建成,说道,秦王素来不善引颈,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,言下之意就是警告太子,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。 随后,李元还亲自前来探望李世民,他也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,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小姐纷争的办法,只听李元说道,当初劝朕起兵的是你,替朕消灭强敌的也是你,所以我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,可你却坚决推辞,朕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。 再说建成年长,当太子的时日已久,我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,眼看你们兄弟已经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,你如果继续留在长安城,势必会发生骨肉香残的惨剧,不如朕让你去洛阳,陕州一东的地区都有你主持,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,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。 李元说完,秦王已经弃不成声,他已不愿远离父皇为友,坚决推辞。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,其实高祖的安排,正是他求之不得的。 众所周知,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抚兵制,士兵平时务农,战事出征,所以除非面临战争,由天子下兆,将领才有权统帅军队。 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位大将军,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,而在长安,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,要比秦王府强大的太多。 东宫曾四目长林兵两千余人,而齐王也一直在募集壮士和囚犯。 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兵力相加起来,总数应该不下三千余人。 秦王虽然也选了八百余勇士,但明显处于劣势,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,秦王很可能会吃亏。 所以出阵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,绝对是进可攻,推可守的上上之策。 李世民之所以命闻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,其用意也正在于此。 如果李世民真的去了洛阳,日后当然也就不会发生果肉相残的玄武门之变了。 然而当太子李建成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后,顿时大胆不妙。 他立刻找到李元吉说道,如果老二真的去了洛阳,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和土地,以后再想控制他,可就难了,这无异于蒙虎归山,必将后患无穷。 不如让他留在长安,到时候再摆平他,简直是一炉反掌。 随后太子府和秦王府的大臣轮番上奏,纷纷劝李元不要让李世民去洛阳。 某某大臣甚至还放出了大招,他对李元说道,秦王府的人听说陛下要放他们去洛阳,纷纷欢心雀悦,看秦王的意思,以后是不大可能再回长安了。 一旦秦王就有洛阳这个行圣之地,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。 陛下您健在的时候,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延忍,可一旦您千秋之后,双方势必会爆发武装冲突,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李元听闻此言,也感到此时非同小可,于是才暂时终止了秦王赴洛阳的计划。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极其余波,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仪式一点太多,不足采信,很可能是贞观使臣的虚构。 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,主要有以下几点。 一,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时,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的背景下,又怎么可能再聚焰饮酒呢? 二,就算秦王去了,酒也喝了,可为何吐血树生而不死? 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,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。 其次,据医学理论,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血液为3.8至5.6升,李世民吐掉数升血液,就相当于失血超过一半。 在没有得到紧急输血的情况下,李世民是绝不可能生还的。 更重要的是按照资质通鉴记载,毒酒事件发生在6月初,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6月4日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。 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四天后,就生龙活虎发动政变,并立晚强攻射杀太子的呢? 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。 既然疑点这么多,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虚构的吗? 不知道,老笨蛋不知道,具体真为还是麻烦兄弟们去甄别吧,我只是实数的搬运工。 一眼之后,太子和七王又对秦王发现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强力攻击。 他们动用了朝中和后宫的所有政治力量,不断对李渊施加影响,试图加剧李渊对李世民的猜忌和反感。 在所有的离间之词中,有一个当朝重臣的话,似乎一下子就说到了李渊的心坎里, 他就是封德义。在太子与秦王的政治博弈中,封德义绝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。 之所以说他特殊,是因为这位老兄是一个千国罕见的超级官场间谍。 因为他身兼三大势力的信任,所以李渊成、李世民、李渊每一方都把他当成了自己人。 直到封德义死后数年,其生前的真实面目才被唐太宗知悉。 原来他一直前耻两端,因赴建成。 在独久事件之后,这个八面玲珑的封德义,一方面劝秦王对太子下手, 一方面又劝太子除掉秦王,同时又跟李渊说了这么一句话, 秦王鞠躬自拗,不愿屈居太子之下,既然陛下不能废除太子而改离秦王,就尽早除掉。 李渊不得不承认,封德义的劝告是有道理的。 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,迟早有一天,局势会变得无法收拾。 可问题是,老皇帝下不去这个手,对于一个年余六旬,儿孙满堂的老人而言, 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值得珍惜呢? 还有什么比父子之情,天伦之乐更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的呢? 权力固然重要,江山社稷固然也重要, 可要让一个老人为了这些东西,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,那实在是太残忍了。 所以,尽管封德义的话切中了要害,李渊也只能将手中的这碗水,无奈地把它端下去。 除此之外,李渊什么也做不了。 所幸老皇帝身边,也不完全是反对亲王的生意。 比如另一个心腹重臣陈书达,就站在亲王这边。 他对高祖说道,亲王为礼堂立下汗马功劳,不能随意处罚。 更何况,李世民性情刚烈,如果将他贬到洛阳,亲王必定会内心忧愤,到时候闹出人命,陛下可就追悔莫及了。 李渊本来就不想杀李世民,陈书达的话多少让他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, 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。 所以当齐王李渊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亲王时,李渊毫不客气地就把他顶了回去。 你二哥又定天下之功,而如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,你让我有什么理由杀他。 这一次,李渊吉的态度也非常明确,不舒服老爹除掉二哥,他誓不罢休。 于是齐王又咬牙切齿地说道,当初攻克东都洛阳的时候,二哥不仅逗留那么长时间,还大肆散发钱财不薄,树立个人的恩德。 其次,他率兵作战,也屡次违背您的斥领,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? 您应该赶紧将他除掉,又何必在乎哪些借口呢? 当李渊吉还在喋喋不休的时候,李渊早已经无奈地闭上了眼睛,他一个字也不想再听。 碰了一鼻子灰的齐王,也只能兴醒而回。 梁府之争闹到这个地步,形势已经很清楚,李世民想做太子,也使用了许多阴谋诡计,可都被李渊一识破。 李渊的态度也很明确,秦王就是秦王,太子的位置你就别想了,李建成的态度也很明确,殿计不该属于你的东西,大哥就只好用钢刀来对付你。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闭,也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忠计,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脚锁,已经套上他们的脖隔,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。 首先是房玄陵忍不下去了,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说道,如今秦王府和太子府结缘一程,一旦霍乱爆发,岂止是府庭血流满地那么简单,简直就是设计的灾难。 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起地之事,以拯救家国,生死村王之计不容延误,必须尽早发动。 长孙无忌是特工之王长孙圣的儿子,他的妹妹嫁给李世民做了大老婆,也就是后来的长孙皇后。 除此之外,长孙无忌还和李世民是好哥们,所以和秦王府的其他谋士相比,他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。 此刻长孙无忌回答道,我早此意,只是不敢出口,你今日所说,正合我心,我马上去跟秦王说。 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,向秦王和盘托出后,李世民沉吟了很久。 李世民不是傻瓜,敌人已经把刀架在了脖子上,如果再矫情下去,那就有点犯贱作死的味道了。 于是秦王用一种低缠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道,传房玄陵。 房玄陵来到后,随即就说道,大王公改天地,应该继承地业。 今日之优威,正是上天赐给秦王的机会,请你不要再迟疑了。 片刻后,杜如慧也匆匆步入了一室厅,他们一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应该当机立断,诛杀太子和齐王。 李世民的目光,久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,谋中也凝聚起了一道光芒。 正是从这一刻起,一场惊天大阴谋也正是在秦王府启动。 就在秦王府暗中策划的时候,太子府也没有闲着。 李建成表示,他最忌惮的不是房玄陵和杜如慧这帮手无腹机之力的文臣, 而是战斗之报表,又对李世民忠心耿耿的猛将御池靖德。 李建成和李仁吉商议之下,决定拉拢御御池靖德。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,如果御池靖德能够弃暗投明,那最好不过, 如果他执意非要弃明投暗,那就找机会堕掉他,捡出李世民的羽翼。 于是李建成派人给御池靖德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珠宝。 他在信中言道,献上这点玻璃,希望能增进我们四人之间的友谊。 然而令李建成和李仁吉没想到的是,他俩严重低估了,御池靖德对李世民的忠心程度。 像当年,李世民平定刘武周,御池靖德放心暗许。 这些年来,御池靖德忠心耿耿,视此保护着李世民的安全。 曾经不止一次,将李世民从死神手中拽了回来。 所以李建成想挖御池靖德,还不如去找秦淑宝和承之杰。 这两位老兄好歹跳槽的次数比较多,骨子里稍微还有点弱肉强势的江湖基因。 因此面对李建成的诱惑,御池靖德当即提笔回信道,靖德乃一届草民,遭随莫之离乱。 长久沦为草扣,罪不容赦。 秦王赐我一再生真,为当以一死相报。 我无功于殿下,不敢贸然接受重伤。 倘若私交殿下,乃是耳心,为了利益抛弃忠诚,殿下要我这种人又有何用呢? 婉拒了李建成的好意后,御池靖德第一时间,便将此事告知了李世民。 李世民的态度很有趣,也很坦然,他对御池靖德说道, 你的心智如同山岳一般坚定,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,我知道你也不会辩解。 如果他们再有什么馈赠,你不妨收下他的金银珠宝。 假装投靠,暗中还可以打听一点他们的机密消息。 如果不这么做,你恐怕会有危险。 李世民的判断没错,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勃然大怒。 老虎不发威,你还以为我是病猫?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,御池靖德的府邸就连续接待了好几位不速之客。 准确地说是几位刺客。 对待每一位刺客,御池靖德都表现出了非常热情的好客之道。 他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,然后自己高卧床躺,若无其事地等待着每一位刺客的到来。 所以当刺客进入御池靖德府内之时,总会看见神情淡定的御池靖德,悠哉悠哉地晃着二郎腿,并死死地盯着他们。 那种看待死人的眼神,令刺客们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。 其结果就是李建成的刺杀行动,不得不宣告流产。 信有不甘的李源吉,随后又找到老爹,狠狠地掺了御池靖德一本,李源二话不说,就把御池靖德拿入赵狱,准备找个借口杀了他。 关键时刻,李世民强势入宫,最终逼迫李源放了御池靖德。 既然治不了御池靖德,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,转而采用斥主手段。 怂恿李源把秦王府的程咬金外放为康州刺室,同时,方玄林和杜如霍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。 敌人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,如果李世民再不反击,他还是李世民吗? 于是接下来,该发生什么?想必兄弟们已经猜到了。